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讲一点啊 就是说 我们国家呢 现在就是说 他在分门别类的研究当中呢 他可以说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把它独立出来研究 把它独立出来研究 事实上 马克思考察这个东方社会 实际上是他的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在考 就是马克思在考察 在考察世界历史的时候 他必然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 从这个特别是到晚年 他不是从一个动力的这个角度 仅仅是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内部系统里面 推出来的 而是什么 通过人类学的考察 进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 在一个就是他面对资本主义 已经开展了这个全球扩张的 在60年代 已经形成了这个全球发展的 向东方社会发展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通过这个研究啊 在仔细的考察这个世界历史 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形成的 不是说他必然要形成 如果说马克思在这个得益形态里面 还是从这个生产方式的这个内部动力上 来研究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通过研究这个前资本主义 这个东方社会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来讲资本主义的实现是如何可能的 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可能的 那么这个可能的他就探讨了这个东方社会 探讨了东西方社会的关系问题 他这个里面不是宏观的讲东西方的关系问题 而是通过什么 研究东方社会 看东西方的关系问题 就是研究东方社会 我通过对印度 对俄国 他的研究 看到这个西方社会 在东方起到了什么影响作用 通过这样一个影响作用 来研究世界历史是如何形成的 世界历史是如何形成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是他的世界历史研究当中 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不可分割的部分 而不是一个外在于 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研究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时候 要有一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视野 就是说看到它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才能知道 他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底在研究什么 如果我们孤立开来 孤立开马克思的这样 把他和这个东方社会理论 和他的世界历史理论 把他独立出来来研究的话 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 会陷入一种非常狭隘的研究 以为马克思仅仅说的是东方的问题 说的是东方问题 所以会产生很多的这样一些误解 甚至包括这个 对这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一个评价问题 比方说这个对列宁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评价问题 就不理解这个列宁和民粹派之间的争论 到底在争论什么问题 也不理解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以为这个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简单的和民粹派画等号 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整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视野里面去考察 就说中国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部分 从这个角度去考察 你就可以看到 就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东方的发展当中 他为什么和乳学和这个全盘西化派会有区别 就是因为他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强调在世界历史中国的文明当中 他有一个生产方式的变革问题 有一个文明进步的变革问题 而不是一个民粹派 他反对全盘西化也没有走到民粹派 也没有走到民粹派 这就是他和这个新辱学的一个根本区别 因为新辱学强调以中国为这个本土 为本 就是这个西学为用 那么这样的本末的体用的关系问题 以中国为体称 他是强调什么 以这个全征主义社会 以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体 但是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了 你要随着这个世界历史的变化 你必然要进到工业文明 所以你全工业文明的东西 我可以在你的里面提取有用的东西 但是你的基础应该是现代的 应该是世界性的 应该是世界性的 所以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在研究东方社会 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世界视野 这个世界视野不是说 我看到现在这个西方在做什么 我就照着他做 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一个视野 就是说我要找到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共同性 规律性的东西 这个规律性的东西是什么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我怎么样去获得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或者我进一步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 我参与世界文明的普遍性的一个创造 普遍性创造 这是应该我们所研究的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二个观点 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马克思在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的前景是共产主义 世界历史的前景是共产主义 就是在这个1840年经济学哲学首稿之前 马克思就从人的自由的实现和经济形态 两个层面上来定义共产主义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在这个人的自由实现的层面上 共产主义是消灭人的异化 实现人的个体解放的形式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在经济形态的层面上 共产主义是消灭异化现象的世界经济形式 就是说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的经济形式 那么取代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形式 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经济形式 所以共产主义在这两个层面上的内容 都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也就是说它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私有制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才能实现 也就是共产主义它不可能就是说 仅仅是一个局部的 是一个局部的 它也必然是一个世界性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中的内在矛盾的消除 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前景 也是世界历史的前景 说的这个世界历史中的内在矛盾的消除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就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生产方式 但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阶级的狭隘性 使它无法容忍这个资本主义是 容拿不了它的它所创造这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而共产主义的刚好就是消除了它这样一个阶级的狭隘性 和它所创造的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普遍性之间的这个矛盾 也就是它自身的这个个别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 要达到一个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这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世界历史理论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思想的时候呢 应该完整地把握它的这样 而不是它的某一个 把握它的某一个方面 用一个片面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形成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历史维吾主义的理论 那么在这是它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我们讲一下 就是马克思啊 他的这个理论的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说他是在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代呢 马克思对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学说了 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研究 做了一个很多的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主要的思想啊 主要的思想呢 呃我们把它呃在这儿简要的这个简要的提一下 因为这样一个思想 马克思在这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啊 就开始对德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和法的 这样一个本质的观念 那么到德意志形态以后呢 又开始结合历史运动来说明国家在社会结构当中的地位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呃在这个1848年的革命和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呢 又进一步提出了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学说 可以说马克思在他生平的这个从早年到后来移植到总结1848年和巴黎公社经验当中 他始终都在探讨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那么马克思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 他认为呢 他就是在给这个1852年在给这个魏德迈的信当中 他就说讲到这个 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发展发现呢 他说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发现 我所发现的是什么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在这个地方马克思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说强调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这样一个过渡 就是马克思就说 他说我所加上内容就证明一个阶级的存在 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 这是唯物史观的观点 那么第二个的阶级斗争必然到是无产阶级专政 讲的国家形势问题 第三个呢 他说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也讲的是什么 讲到这个阶级的消亡问题 阶级消亡问题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国家革命问题上的 这个讲到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他说他的发现就这三个层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三个层面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讲的在这个理论贡献当中呢 他提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认述了他的唯物史观和先前历史观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他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 也就提出来了 他的唯物史观中的个别范畴 提出唯物史观的个别范畴 不是他的理论贡献 比方说是提出了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阶级斗争 这都不是他的理论贡献 他的理论贡献呢 是揭示了这些范畴的经济根源 及其历史演变的历史必然性 就是说他揭示了所有的这样一些范畴 你说财产阶级斗争 所有的这些范畴 比方说这个以前的这个思想家 揭示了这个阶级的概念是什么 揭示了财产 一个一个都被他们说出来了 那么你说出来的以后 你说的环境和这个意识的关系 和教育的关系 你什么都说了 但是我在现在提问 所有这些关系 这些范畴 他们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有什么决定的 就差这一步 所有的思想家就没有解答 没有解答 而马克思解答 所有这些都根源于经济 根源于经济 而且他们都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人 所以正是这一差别 决定了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运动 各种现象上的深刻性 其他的 比方说关于阶级斗争 阶级和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经济学家都谈到了 但是他们满足于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种现象的一个描述 一个现象的描述 而没有揭示这个现象产生的历史避难性 所以这个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专政的概念 他就提不出来 历史规律的东西他也提不出来 而马克思正是因为揭示了这样一个 就是从他们已经提出的这个现象分析当中 进入到对本质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就提出了关于历史规律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是第一层含义 那么第二个呢 他是他认为由第一层含义所决定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未来 作为对未来国家的形式的探讨 是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深化 共产主义理论深化 就是说在马克思那儿 共产主义理论呢 他不是一个空的概念 不是空的概念 而是有着现实的内容 那么这个现实内容呢 在马克思看来呢 他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是能的本质的完成 和能的本质的完成 和能的本质的实现 这是他早年都一直坚持到 是个体的自由的这样一个获得 第二个第二层含义呢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 是他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 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 所以共产主义呢 他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理想 或者是一个观念的东西 而是什么 一个现实的社会经济形态 那么他在提 在这个 在这一个时期 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以后 他又对这个共产主义啊 有一个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又界定了什么 就说共产主义啊 也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 共产主义啊 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 就说这种新的国家形式 和人们的政治活动相联系 这个政治形式啊 它是和人们的政治活动相联系 是能得本质的完成 和社会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 这个实现的一个环节和保证 就是你的这个社会经济 能得这个自由的一个实现 这个它的经济形态的这样一个变和 它是如何能够完成 是用什么保证呢 马克思说他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来保证 就是他要有一定的政治形式来保证 那么从这样一个 而这样一个政治新的国家形式呢 是相对于旧的国家形式而言的 也就是说 它是旧的国家形式的一个否定 一个否定也是它的必然结果 所以从这一个观点出发呢 马克思的国家革命等理论 都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环节 而包括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当中 所以这样我们只有从这样两个方面呢 才能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基本点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他包括了他对国家问题 对政治文明 这个政治发展的一种哪些一些理解 那么在这个理解当中呢 我们首先讲一个就是马克思对国家学说的理解 在国家学说上呢 我们说马克思啊 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谈论国家的问题 而是考察啊 现代国家的本质及其形式 就是他不是抽象的讲这个国家是什么 而是考察的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 那么他认为的 他说现代国家是和现代私有制相识运的 现代国家是和现代私有制相识运的 那么这样一种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以共同利益的形式来行使资产阶级的权利 就是以一种共同利益的形式啊 也就是一种外外外在的这样一个普遍的形式 来行使资产资产阶级的阶级的这样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以一种普遍的幻想的形式 来实现他这个阶级的这样一个权利 保护资产阶级在国内和国外的利益 所以现代资本资产阶级的发展 随着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 国家越来越成为保障经济利益的政治形式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这个马克思在 就是说在这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 自由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资产阶级的经济是和这个封建的国家相对抗 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话 资本主义会建立和自己的经济相联系的国家形式 使这样一个政治国家 使这个国家成为他保障他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手段 一种政治手段和政治形式 那么这是他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那么同时呢 他还提出了这个国家作为政治形式的两个特点 一个呢 他就说现代国家了 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性质会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这也是强调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增强 就是说在这个现代国家 在资本主义社会啊 他的这个现代国家呢 必然会具有经济的管理 经济的功能 他会参与到这个经济的管理当中去 所以这是强调的 那就 所以马克思说 在这个时候啊 国家成为资本压迫劳动的力量 国家是帮到资本家去压迫这个劳动 压迫劳动 所以国家呢 实际上参与了这个整个的经济运作 参与了这个资本的这个压迫 它是一个很强有力的这样一个力量 这是马克思考察就是现代国家 不同于这个传统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具有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性质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国家的政治性质啊 它是由政权的性质决定的 你这个国家的性质到底有什么决定的 马克思说 它是由政权决定的 所以呢 它是以暴力 就是这个暴力啊 是维持国家的主要手段 那么常备军和警察局 就是国家行使暴力的机器 行使暴力的机器 也就是说 你整个国家啊 是依靠暴力支撑的 依靠暴力支撑的 这是马克思对这个 现代国家的这样一个 最主要的这样一个一个研究 那么我们讲 它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呢 还提出来一个国家消亡的问题 国家消亡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啊 在整个私有制 和它相联系的这个国家形势当中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 是旧国家的最完备的形态 就是说它的这个 为什么说它最完备形态 它说包括它的宣传机器 什么东西都辅助了这个国家 变得越来越稳固 变得越来越稳固 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稳固的 这样一个国家 你不可能 如果说它前面可以 这个不用暴力来解决 一个私有制 代替一个另外一个私有制 它不可以不用暴力来解决 那么资产阶级 由于它把这个国家的 这样一个就是暴力 这样一个暴力国家的这个权力啊 空前的这样一个资本压迫的 这样一个力量 可以说发挥的淋漓尽止 发挥的一个最完备的 这样一个程度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你要摧毁 这样一个国家机器 旧国家机器产生新国家呢 你就必须要使用暴力 使用暴力 这就是马克思提出这个 暴力革命的这样一个根据 暴力革命的根据 这是马克思讲的这个国家学说啊 它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观点 除此以外呢 马克思还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这是关于革命的历史作用的基本观点 就是说革命无疑来说 是能不能的一个政治活动 就是凡是革命党都是能不能的政治活动 但是对于这个革命 对于这样一个政治革命 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 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 一个呢 强调革命的经济根源 强调革命的经济根源 就是说说明革命呢 是社会形态变革的手段 就是你一种社会形态要实现变革 它必须通过革命 这也就把经济的变革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了 作为这个革命的一个基础 当你这个经济 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用什么手段来打破这样一个矛盾 使它形成这个建立一种新的 这样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马上是革命 革命 那么这样呢 就结设一个政治运动的规律 政治运动的规律 一个政治运动的发生呢 它必然是以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个运动为前提 同时呢 它又必须要参与到这个 政治和经济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 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观点 那么第二个观点呢 它强调了革命和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 革命和历史传统的关系 马克思就认为他说任何的革命都需要历史的前提 都需要历史的前提 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传统的历史力量 就是说你必然要面对自己传统的力量 所以他就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的碰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成绩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些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孟末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当然了这个马克思就强调 就是说你任何的这个革命呢 总是对前面传统的这样一个 离不开这个传统 但是他同时又是对传统的一个变革 都是对传统变革 是一种历史的创造活动 因此革命不仅要面对传统 还要批判传统 批判传统 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 因为他是要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为前提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革命呢 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革命 是人类历史最彻底的革命 所以他必须在不断的自我批判当中 创造未来 创造未来 这就强调什么呢 革命呢不仅是一种对经济 解决经济的手段 而且也是对文化传统的一个更新 也是一种这个 就是探讨了这个文化和传统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马克思强调了 社会革命呢 还有他的主体 他的主体 这个主体呢就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 所以这样呢 他就提出了这个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在最后的马克思啊 就从这个对革命的这样一个研究呢 进到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研究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研究 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上的马克思是把无产阶级专政 看着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势 过渡的国家形势 也就是说 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从这一时期相适应的 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马克思就提出了无产阶级 作为一个这个过渡形式的国家的问题 就是说无产阶级作为 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 那么这个形式他有什么特点呢 马克思提出了他三个特点 一个是他具有广泛性和非压迫性的 这个这样一个政治形式 就说马克思认为 就说旧国家形式呢 他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政权机构 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 不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机构 而是功能自己的政府 而是功能自己的政府 而因而呢 他是以消灭压迫为前提条件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规定 那么第二个规定呢 就是强调他是有限制的使用暴力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他都需要暴力 但是作为过渡性的国家呢 无产阶级啊 他也需要暴力 也需要暴力 也需要进行阶级斗争 那么不同的是呢 就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消灭阶级 建立新型的国家而使用暴力 所以他的暴力是有限制的 有限制的 他不是无限的扩张他的这样一个暴力 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使用暴力呢 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提出了 代字以这个巴黎公社的这样一个 呃 式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压迫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马克思认为这个国家不可能从旧的国家形式里面 产生出来 他必然呢 呃 要通过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来打碎这个旧的国家机器 建立新的国家 这是第一层 那么第一方面呢 他说他要为这个消灭这个阶级而进行阶级斗争 就是说他除了这个要打碎这个旧的国家机器 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 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国家形式 他应该和这个呃 这个呃 非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说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啊 应该有着值的区别 应该有着值的区别 要探讨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强调了 就是为了消灭而进行阶级斗争 这主要就是说什么呢 呃 发生在这个对旧国家机器的改造和社会管理当中 就是你也要包括这个对这个旧的这个国家机制的改造 和社会管理的问题 社会管理的问题 那么这样呢 就是马克思强调了 这个有限制的使用暴力啊 实际上就是表现在这个对旧国家的这个改造这个上面 旧国家的改造上面 而且呢 他的不 当然他也包括对这个人数的这样一个限制 不是说对广大群众都实行暴力啊 就是他是有限度的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马克思就强调了 要建立人民国民军并取代旧的长辈军和警察 废除官僚制度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就是马克思认为啊 他说这个旧的长辈军和警察都是旧政府用于压迫功能阶级的物质力量 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坠流 而国家官吟的不过是受过训练的特殊的社会阶层 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是功能自己的政府可以通过组织人民国民军来跟除长辈军和警察 也就是说他要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 那么马克思就说能民国民军呢 不是政府的工具 不是特殊的国家机器 也不具有政府的政治职能 同时为了防止这个各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 由社会公普变为社会主人 应该实现普选制 所以马克思提出来这个一定要普选制的问题 强调了个普选制的意义 同时也提出了一般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功能工资的报酬 这就强调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你的政府不能够超越于你的功能之上 因为你是公普嘛 所以你的工资待遇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马克思就提出了新的国家形式的构想 新的形式构想 那么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可以说是对国家问题的这样一个探讨 现在我们虽然讲的很少了 但是它引起我们在有些改革怎么变化的 我觉得有些思想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特别作为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体制改革的 当有些思想我觉得可以再进入联织 当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 他不可能看得更多 也不可能思考得更多 那么这个在列宁的这个晚年的一读当中 提出了很多有建树的这样一些思想 这个我们会在下面讲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